各位保麗排舞的團員大家好 那在這個時期呢 我也想到說自己錄一些 因為我們的設備都非常的齊全 控制也是控制 那利用這個網路呢 可以教大家一些 我們大家教學相展 因為教各位呢 我也要準備要看 所以提醒我 努力首先我們要講的是 英文 那跟大家講過了這個 30歲以後 學什麼都50歲了 學什麼都是最後一次 那不要枉會此生 什麼都學 什麼都學一點 這個興趣這個是基本的英文 那再來他這個我也有一本 萬用手冊其實我英文書 大概有超過100本 那這本還不錯 我們把這個 基本的這個英文 給大家那個講解 讓你知道說 不要說像個國中生 國一國二國三 高一高二高三到大學呢 學那麼長的時間 那我們用最少的時間呢 給大家呢 能夠在日常生活上面 或者出國旅遊上面呢 可以用到 你有需要的時候你還可以再查 可以再那個 這個是一個很基本的 你可以學到的 不要費很多的時間 費很多的事 那第二個是 這個 然後我們已經開班了 但是碰到這個 疫情啊 就暫時停下來了 其實他們也開始的蠻好 那已經要進到學1234 摩海八了 摩海八龐南潮了 這個 這個 那現在暫停 那我也可以 利用時間呢 把它這個 錄一下 那要怎麼來錄呢 或許 20分鐘英文 20分鐘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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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器 教學呢 也是 也蠻有趣味的 要不然覺得說 這個也是 蠻無聊的 所以這些 其實 越南語呢 非常好學 除了一些 音標上面 稍微有點困難 音標的話 有六個音 比我們中文四個音 還難 難一點 那實際上也沒有關係 你多多少少 越講越好 一定的 所以說 然後它最主要是 這個基本上 就是類似中文的 越南文 所以對我們 中文的 中國人來學 是最好的 最容易的 那 另外就是 越南其實距離 我們國家也不遠 去那邊旅遊 那個 享用它的 越南美食 都非常的棒 那這個是 越南語 會 再考慮看看 怎麼樣子連接呢 也讓這個課程呢 不要說很無聊 那基本上 我也 我也不是 老師了 所以教起來了 多多少少 也就是 不知道了 就會看大家了 我們多多少少 吸收一點的 教學相展 我教你 我自己也 也努力去學 這個 這些這些東西 那也 蠻不錯的 那 在 Pony老師呢 這個 也 費盡心思呢 這個 在幫大家錄這些 啊 東西 那 再來是 可以教大家一些 樂器 或者講解 你看 就看了 或者想學也可以 或者看就可以 那像這把的話 是 48 48 筒的 48個音的 64個音 64個音的 這一個 口琴 而且還有聲 還有這個半音 半音可以用 所以相當的 相當的棒 這個有四個八度啦 已經超過一般 用到的 那現在這個時間呢 這個很快 那再來是要介紹大家呢 這一個 這一把 這一個 真的你可以 你可以學可以會的 那後期這反 會不會要反過來 我們說 這個Dodremi Faso La Siro 你就給它寫在上面 寫在上面 寫在上面 那很方便 時間到了 我們再看一下 那你 除了可以寫上去呢 你就照Dodremi Faso La Siro都按 然後 只是要吹個氣 讓它發聲 來 來試試看 這Dod 欸 換錯了 是左手按 這個有夠簡單 真的有夠簡單 而且保證比口徑還容易學 那 而且可以分兩步 分兩步起來它的聲音就更棒了 加上有伴奏的聲音 那這整個 就可以像一個小樂團一樣 那我也歡迎大家來加入 那現在是不能 還不方便淘寶 那淘寶上面 大概我 我看了一把 是差不多五百塊 就可以 台灣大概 不同的廠牌了 大概在一千五左右 如果買一把 除了自己練以外 小孩子 這個 筍子 都可以 那你如果說大家衛生的方便的話 你就買多買幾支這個管子 這個管子 這個吹管 那這個吹管的話 這二三十塊錢 台幣 也很便宜 那還有一種吹管 還有一種吹管 類似SASPHONE的吹嘴 這Dod在上面 那它是比較不方便的 因為 因為你要看 你要看的話 不容易看 那這個 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樂器 也蠻不錯的 那這個是在我們以前 買鋼琴的時候 我們在送的 那現在又把它找出來 這是可以隨身攜帶 而且它的音量也不小 也算是 也算是 中等音量 比SASPHONE當然小一點 那這個也不錯 那來教大家了 那今天呢 就先錄到這邊 做一個介紹 那我會用白板 來講解 那我們先 累積一下 看有多少 多少我們的團員 願意參與 在線上來學 那 最主要 我除了自己 也能夠增長以外 也希望說我們的團員 是走向國際化的 你要有國際水準 能夠有國際水準 能夠會英文 會樂文 會樂器 哇 那已經夠多了吧 那會打鼓啊 這個 Pony老師還可以教你打鼓 你如果會 還教你keyboard 當然keyboard跟鼓 沒有辦法搬來 只能在家裡面 那這邊的話 整個是 一個 我們大樓的圖書 圖書室 那可以 引導大家 稍微看一下 那 現在看到的這個是白板 這是白板 那麼我們的圖書空間在這裡 這個桌子椅子 還有會客的 可以 那當然這邊 這邊就是中庭啦 外面 也是很優美的 那這邊的話 就是一些 大家拿來捐 擺在這裡的書 給大家看的 所以說這一個 是 蠻好的 這個教育環境 或圖書環境 好 那看一下 這個 真的是 高檔值得運用的地方 那上面還有 有做喝咖啡的 那今天有點下雨 有點下雨 表示清明時節到了 這個路上的雨 紛紛 就問酒家何處有 木桶窈子 什麼姓家在哪裡啊 什麼村啊 青花村啊 OK 那今天錄到這邊給大家 謝謝